一輛轎車開在路上 突然煞車又催油門向前 下一秒駕駛直接開上人行道 自撞橋墩 整輛車騰空飛起 剛好壓到旁邊的女騎士 機車被汽車後輪壓住 無辜的女騎士 腿部當場斷裂 不要哭 一直哭 沒事沒事 脖子被固定住 臉上還貼著紗布 女騎士不斷掉淚 這一撞她斷了一條腿 至今還站不起來 對她的工作造成巨大影響 穿上舞鞋垫起腳尖 每個動作都完美展現 受傷的成性女子是芭蕾舞者 跳舞長達19年 參加過各大比賽 如今無辜受害怎能接受 我自己是滿不能接受 開車她要睡就等同 就是我覺得跟酒駕就差不多了 會有影響是一定會的 對 因為畢竟是右腳 右腳算是 就是我的主力腿 事發在19號下午 臺北市南港區 肇事的料姓男子 稱前一天失眠 精神狀況不佳才釀貨 自己沒酒駕也沒受傷 還在為芭蕾翩翩起舞時 舞者身芽被迫暫停 目前等待她的恐怕只剩復健 這條漫漫長路 3D新聞正祥人林玉均 台北總報道 頂尾 洲